用這個表格把花粉是靠蜂做媒介的 或者是花粉靠蟲做媒介的花 具有什麼特色做一下比較 那畫面左邊呢叫蜂梅花 代表它的花粉靠蜂船 畫面左邊是蟲梅花 代表它的花粉靠昆蟲傳遞 那差別在什麼呢 如果今天是蟲梅花 你必須吸引昆蟲來啊 所以花力很大很漂亮 而且又香又蜜 昆蟲才願意來啊 但如果是蜂梅花 你不用吸引蜂 風自然會發生 所以蜂梅花呢 它就節省能量 花很小 顏色非常普通 甚至是無色或是沒有花瓣 然後通常沒有方向的味道 也沒有蜜線 因為它不需要吸引昆蟲來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因為風很在外面 氣流在外面飄來飄去哦 你的花絲得長長一點 讓你的花藥伸得很外面 才會被蜂帶走 但如果是蜂梅花呢 花絲通常比較短 為什麼 因為這個花絲在花的裡面 你要吸引昆蟲進入花裡面採蜜 當昆蟲進來採蜜的同時 就讓花藥上的花粉粘在昆蟲身上 所以通常哦 蜂梅花的花的那個熊蕊 比較短 而且在花裡 但如果是蜂梅花的熊蕊會伸到外面去 好 這是花 熊蕊的花藥的部分 那 蜂梅花的花粉呢 第一個它實際上可以少一點 它不用多 因為蜂梅花它必須很多 因為它是亂槍打鳥 你今天被蜂追過去100顆花粉 可能有99.9顆 跑到石頭上水上樹皮上 根本不是花的上面 因為蜂梅水到哪裡 你不能控制啊 所以蜂梅花的花粉必須要很多 然後出去亂槍打鳥 偶爾就有可能千分之0.01 假設 碰到另外一朵花的柱頭上面 所以它的花粉必須很多 可是蜂梅花呢 花粉不用多 因為你今天這顆 這隻昆蟲把花粉放在他身上 我可以保證 它接下來會去看別種花 因為蜂蟲出來採蜜 它已經這個花碰碰 這個到下一個花碰碰 所以當你針到花粉 就有很高的機會 這隻昆蟲會把你把花粉送到下一個花去 所以這時候你的花粉就不用多了 既然不用多 你可以把它搞大一點 搞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 昆蟲來採蜜 也可能會吃花粉 所以如果你今天花粉很大 又有營養 蚊蟲會越願意來幫你傳粉 比如說它攜 它攜帶了100顆花粉 它自己吃掉20顆 剩下80顆幫你傳出去 那你就賺到了 所以有些花粉也是 就是你幫 請這個傳粉者幫你傳花粉 要付它的費用 不管你提供它花蜜 甚至有些人提供花粉 還有花粉越大越重 代表養分越充足 大家掉在座頭上 長出的花粉館 也會比較有力 會比較健康 如果有花粉很小 有花粉館 就沒辦法這麼多養分去生長 所以在演化下 蟲梅花花粉可以很少 那既然我花粉不用多 我就把資源投資在花粉上 讓花粉變得很粗 另外蜂梅花的花粉表面 是光滑的 因為需要靠汽油把它帶走 可是蟲梅花的花粉表面很粗糙 甚至有黏液或勾勾 像你們今天看的那個百合 它是不是很多黏液 因為它可以黏在蜂梅花的表面 有些花粉上面有一粗糙的凸起 像如果你們看到 課本上所看的那個 鳳鮮花的花粉 或是剛剛看到那個 那個蜂梅花的花粉 它表面不光滑 但是蜂梅花呢 通常表面很光滑 因為它光滑的表面 它的阻力會小很多 會在空氣中飄浮 另外看池蕊吧 蜂梅花的池蕊 柱頭 通常會很大 因為它會散出很多凸起物 這些凸起物像羽毛一樣 它伸出去 來攔截空氣中散坡的花粉 因為如果今天你是蜂梅花呢 花粉那個柱頭就小小的 而且一定有黏性 而且在花的裡面 當昆蟲進來了 昆蟲進來的同時 它如果身上帶著花粉 這個柱頭就可以連到這個花粉 像這是昆蟲 所以你會發現蜂梅花 如果是熊蕊還是蜥蕊 都在花裡面 都在花裡面 可是蜂梅花呢 熊蕊要很伸出去 讓蜂可以散走 蜂蕊也是要伸出去 才能攔截空氣中的花粉 接下來看下面這個花旗 你會發現我真的比較蜂梅花的花旗 蜂梅花的花旗比較長 蜂梅花的花旗比較短 其實關鍵在這裡 為什麼蜂梅花的花旗要很短 蜂梅花是亂丟打鳥 所以假設我今天把花粉散過去了 結果全世界的花旗我再開花 我這花粉穿給省了 對不對 所以當大家發現我的花粉出去之後 成功率已經很低了 為了減少損失 我們就大家約定吧 大家如果要開花 好 我們每一年只開一天 那一天是11月11號 關鍵起來開花 那這樣 我們大家一起開 我的花粉散過去 是不是 我的花粉只要掉到你們任何一個柱頭上面 我就成功了 但如果今天花旗搞得很長 有人春天開 有人夏天開 有人冬天開 有人春天開 我的花粉出去 全班就有四分之一的花開了 那四分之一沒開花的花 好不容易有的花粉掉到你的花上 啊沒開 那不就浪費了 所以蜂梅花 它的失敗率很高 為了減少它的損失 它的花期很短 大家集中開花 可是蜂梅花就不是喔 它的花期可以長一點 為什麼 我們不一定要帶幾開啊 我們全班四分之一花開 OK 因為那四分之一 就是昆蟲去光顧那四分之一 所以當我今天開花了 昆蟲把我的花粉帶上去 保證它會帶到下一口開花的花 所以大家不急得同時開花 所以它花期可以長一點 好下面是範本 範例啦 好像什麼 芒草科的啊 建築啊這些 都是屬於蜂梅 而今天我們看的百合啊 珠景啊 或者是那個像日葵 還有那個費售夢仙 都是蜂梅 所以它的花粉就很粗糙 甚至有黏液 好以上我們就用這個表格 把蜂梅蜂梅花比較完畢